美东时间5月31号上午10点18分 SpaceX载任龙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 下午1点22分 龙飞船上的两名宇航员鲍勃·贝恩肯和道格·赫尔利 顺利进入国际空间站 美国参议员泰德·科鲁兹在休斯顿的NASA地面指挥中心 通过电话向两位宇航员祝贺 SpaceX公司研发的载人龙飞船 于30号下午3点22分发射升空 这是自2011年亚特兰第四号航天飞机退役后 美国首次在本土执行自己的载人发射任务 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商业载人航天任务 在发射当天 美国总统川普赴佛罗里达的肯尼迪太空中心现场观看 川普表示 不久后美国会以月球为中转站登陆火星 未来美国将重新主导太空领域 接下来搭乘龙飞船升空的两位宇航员 将在国际空间站工作一段时间 完成任务后回到再任龙飞船 再返回地球 预计整个任务会持续一到三个月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新唐人记者金时统川普赴佛罗里达的肯尽